美国国会今天正式赴会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 众议院日程紧凑 将表决多项针对中国的法案 这些提案涵盖了对中国科技 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应对措施 特别强调了对美国在印太地区 盟友关系的支持 实话实说 可以说 美国国会现在是中美关系中 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我们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一些法案在美国国会可能会通过 而这些法案带有对中国的恶意 甚至是敌意 当然 这些法案通过后 能不能落实 还是要话问好的 但是我们从这些法案能看到 接下来美国这些国会政客 打算从哪些方向对中国进行遏制